就是跟这个另外还有一个差不多有点类似的问题是 就是有一位同修 他是这样的 他睡下去之后还没有睡着 就觉得自己魂魄离身 再往天上飞 出现过三次这个情况 然后最近一次 他就前几天又往上飞的时候 听见师父在远处叫他 他就随着师父的声音一直飞一直飞 飞到一个莲花池一样的地方 然后他就去莲花池洗澡 从池子里出来之后 别人就是在天上的人就问他说 你从人间回来了 就是就问同修你是怎么回来的 同修说放下淫欲我就回来了 他是女同修 现实生活中他先生对男女知识 是那种很放不下的 同修就想问 如果说夫妻知识的时候 他控制住自己 把自己放空 自己放下 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的 这样的话他的境界是否还会受到影响呢 我举例子好吧 我不能说什么 我举例子好吧 好吧 讲的不好听 比方说这种夫妻知识 或者这种淫欲知识 像偷东西 对不对 你偷了人家东西之后 你非常沉着冷静的 一点没有羞耻感的就走出来了 是不是你境界就高了 没办法的 你这种事情做了吗 你就是 所以为什么呢 要夫妻双修呢 所以为什么人间修行 为什么要出家呢 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因为家里有阻碍啊 现在不是 所以让我们在人间修 我们很痛苦啊 所以很多的弟子 为什么这么痛苦啊 因为你修好了 老公还要 所以这种东西 那总不见得 总比出家要好吧 那你非要弄得来出家 那老公直接跟孩子全部见不到了 以后永远没了 那你这样 你这样好啊 你还不如在家里好好修呢 克制一下就好了嘛 克制淫欲的方法有很多的 自己去想想办法吧 对不对啊 这种东西你不能呢 你这种东西你不能老弄的 老弄的是你上不了天的 这个天上已经跟他讲 你怎么回来了 就说明他从天上下去的呀 嗯嗯嗯 梦里说他就是说克制 就是好像说是 只是放下淫欲就回去了 他说 想想看了 真的 想想看了 你们没有看见过动物啊 真的 你们没看看动物交配啊 那种样子 你看了之后 你一辈子都不想做这种事情 真的 你们真的是 真的是实在是不懂啊 所以人真的是很可怜的 哎 真的 嗯 真的 我不想讲了 像这种事情你讲了 师父真的是 我觉得这个人真的太肮脏了 就这样 没办法 为什么办法 是的 是的 一个人最干净的是精神 精神干净就好了 嗯 明白了吗 嗯 明白 好了 嗯 谢谢师父 好